最近这几天小日本比较慌 根据日本防卫省发布的消息 他说我们中国的侦察机 8月26号飞到了他们长崎县的 男女群岛一带 直接在他们领空上进行侦察 这个消息我们国内还没有发布 没想到日本国内一下子热闹了 说句实话 小日本他们也不用了 根据波斯坦公告 我们是可以在日本驻军的 哪一天跳跳跳 中国俄罗斯联合提出 向联合国递交申请在日本驻军 小日本动也动不动 我们只是去探探路 到时候好知道怎么过去 因为9月10号 中国俄罗斯联合伊朗土耳其印度 要来日本海进行演习 名字叫大洋2024联合军演 这让老美和日本做梦都没有想到 土耳其不是北约国家吗 难道土耳其要叛变了 人家土耳其这次也要来这里 伊朗也要来这里 关键是三哥家 也要来这里 这让大老美急啊 使劲挠头发 头发挠掉也没用啊 北约国家的土耳其来演习 美国想不通吗 想不通也会成为事实 关键是 印度三哥家也要来 老美更加想不通啊 莫老先前几天才去了乌克兰 怎么一下子翻脸 跑到日本海这里来呢 这样一来 老美想按住土耳其按不住了 想按住印度也按不住了 那日本再跳 怎么跳 日本再跳跳 那有可能就在日本驻军了 因为老美这个国家是很不讲道理的 他使劲卖武器给我们的弯弯 这个USA 他发布的消息是 俄罗斯进口中国的机床 70%来自中国 90%的微电子产品来自中国 这些东西正在进入国防工业基地 变成导弹 变成坦克和其他武器的 也就是说 他可以在全世界卖武器 进展卖到我们弯弯来了 而我们正常的做个生意 都不让我们做 这个弯弯哪里去评理吗 正常出口电子元件 正常出口机床 又不是出售武器 它是名目张胆的出售武器 还对我们的企业 这样制裁 那样制裁 还制裁我们华为 所以老美这种思想 一贯就是霸权主义思想 真的是霸权了 9月10号 到时候一军演 老美和日本 说不定又要提出抗议 抗议就抗议呗 但有一点 我觉得我们做得很好 俄罗斯也做得很好 无论如何 远亲不如近邻 要拉住三哥 不要小看三哥 在全世界 三哥的人数毕竟有14亿 他的GDP现在也上来了 如果能把三哥 拉在一起 再加上东南亚的兄弟们 团结在一起 那以后就是 几个大国说话算数了 中国说话算数 俄罗斯说话算数 印度说话算数 老美说话算不算数 那就要看他 有没有那个实力了 那以后 日本这些国家 人口跟菲律宾差不多 就要沦落像菲律宾了 欧洲的一国家 6000多万人口 最多的德国 8000多万人口 其他的 那就更少了 所以以后就知道 真正的大国 说话算数的 很有可能是 中国 俄罗斯 印度 所以远亲不如近邻 早打算 早好 以后没事就跑到 日本海 坐下演习 没事就跑到 九州四国的外围 坐下演习 没事就到 白海道外围 坐下演习 没事就往千岛群岛 走一走 阿六申群岛走一走 没事就到 世界各地的海洋 太平洋 逛一逛 以后看到美国 还仓不仓话 我还仓不仓话 我还仓不仓话 好